当我们把摄影棚,我们把背景加进来之后 我希望呢,能够有一些倒影能够出现在这个下方 好,看起来能够更真实一些 好,我们会看到像这个地方能够有一些倒影能够出现在这里 那这样的一个倒影该怎么做 好,我们可以选择在这个地方的地面 地面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地面反射 点选它 好,可是你会发现地面反射目前来讲并没有办法去调整它的强弱 这样子的地面反射有点太强了 好,我希望能够有就好,弱一点 因为呢,我这个背景可能比较粗糙 背景比较粗糙,它的反射没有那么强烈 这个感觉我的这个背景好像是一面镜子 这边的反射太强烈了 会让看图的人视线会被这一张图给抓过去 好,我希望有地面反射 但是我希望它能够不要那么强烈 那这时候该怎么做 好,教同学一个技巧 地面反射 若反射过于强烈 可以新增一个地板平面 好,在哪边有啊? 在我们的编辑这个地方 有一个叫做新增几何体 这边有一个叫做新增地板平面 加进去 加进去之后呢 在场景这个地方就得到一个叫做ground plan 好,有一个ground plan 在地方就加一个背景 那加了一个地面之后呢 你会发现原本的阴影就被遮住了 好,就被遮住了 那这时候怎么办? 好,我们可以去调整它的材质 好,它的材质在这个地方 在这里 好,这里 对它点两下以后 我们可以去调整它的反射 这边有讲 越白反射越强 越黑反射越弱 所以说现在它的内定值是黑色 反射出不来 我们可以去调整它 让它稍微的白一点 有没有,往上拉一点 有没有 越白反射就越强 我现在呢,稍微的 从黑色稍微出来一点 看你的需求 差不多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样子就可以了 有一个倒影 能够反射 能够让地面 能够反射出这个零件的感觉 确定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再来呢 如果你希望它能够模糊一点 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 除了镜子才能够表现 除了这个地方是很平滑的 才能够有这么明显的刻痕 如果说像一般的纸张 它是比较粗糙的表面 它的反射不会那么的清晰 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调整它的粗糙度 好,调整它的粗糙度 可以去改善它的清晰程度 有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晰 有的时候我不见得要那么清晰 我希望能够模糊一点 好,这边呢 我们可以稍微调一下 一点点就好 比如说给它凯称0.1就可以了 你会发现呢 这个时候就很模糊了 有点0.1有点太多了 0.05 有没有 0.05就有一点 但是呢没有很明显 再小一点 0.02 好,0.02 好,再小一点 0.01 好,再更小一点 0.05 有没有 好,可以这样去做调整 这时候可以往回拉了 往回拉,往回拉,往回拉 好,0的时候很明显嘛 多一点点就好了 这个其实数据很小 好,0.034 好,再拉一点 再拉一点 再拉一点 让它能够模糊一点 好 好,这个可以针对同学的需求 去做调整 OK 好,差不多 我觉得 差不多这样子就够了 有一点点效果 但是不要那么明显 好 然后呢 再来呢 你也可以调整它的相机 如果你想把它拉近一点 你也可以稍微拉近一点 然后呢 滚轮按着 可以稍微拉近一点 好 最后你可以自己去决定 你想要表现出来的感觉 好 请同学 再帮我完成到这个地方 好 这边教同学一个技巧 地面反射的一个使用方式 好 这边同学可以再试试看